希望用社會整體的利益去出發 第二就是希望除了我們要規管之外 也要務實和體術 我知道很多報道都說 政府是不是令到大家少收了 副房少收了一些錢或者什麼 其實這個都很難評估 為什麼呢? 就是第一,我們其實如果用這個原則的時候 我們是希望那些已經賣了 大家留意不是說 全部是有它不用補地價 而是已經在2014年6月18日賣了那些 如果說你有一些經營者 它是有一些賣了,有一些未賣 其實它未賣那些 其實是需要去評估它去補地價的 就不是說全部 第二就是大家好像心目中覺得 咦,這樣很多,可能是益了它們 但是根本很多這些經營者 它是不是符合那個發牌條件 它是不是真的拿到牌 或者是有多少人真的會來申請拿牌 其實這些我們都未有這個數 我們也都未知道 因為現在是未開始接受申請 我們要查看 我們去找一個建築龍